是 黎大哥 在你心中 我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三人要永遠在一起 永遠不分開 再下林月如 看招 哈嘍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追擊Bilibili還有Discord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叫做林月如 為藍武林盟主林天蘭的獨女 深愛著李逍遙 而後為鼠商派掌門人 李逍遙的夫人 而林月如登場於1995年出品的 仙劍奇俠傳豆子版當中 2001年又再次登場於新衣仙劍奇俠傳 而在仙劍奇俠傳2 以及官方漫畫異相逢中 皆有出場 如果觀眾沒有玩過仙劍奇俠傳1的人 可以去史丁上購買 玩過一次 你就是到仙劍迷人的地方了 林月如的天賦 三星的時候攻擊之前 每移動1格 那本質的傷害會提高2% 那最多 就是10% 那他每一次造成傷害之後 可以獲得1個氣境 造成暴擊 可以額外獲得1層 行動結束時如果攜帶4層氣境 則消耗所有的氣境對自身周圍 零行2個範圍內的一個 敵人 私下暈眩的狀態 也就是說呢 你要攜帶4層氣境 那那個回合在 敵人旁邊 你 就可以 對敵人私下暈眩的狀態 那這個 效果是間隔3回合觸發 但是呢 你看喔 在4星的時候是2回合 5星也是2回合 但是6星呢 1回合 所以基本上 個人建議月如 就是 能練到6星 就是 升星到6星是最好的 不過啊 如果你是仙界迷 你有什麼理由 不把月如升到6星呢 來 聽話 給我升到6星 6星之後 讓我看看 好啦講認真的 月如其實基本上在 5星 跟4星的差別其實 並沒有到 非常多啦 因為 我個人對月如的 想法是 他的天賦 最重要還是可以 吃暈眩狀態 那你說4星到5星 傷害會提 高成4% 那最多會比較24%嗎 當然 總共是 差了5% 看起來是蠻多的 但是因為他的暈眩狀態 都是2回合觸發 但是我覺得 他可以把 因為6星都直接直接直接直變掉了 完全直變掉 傷害移動一個5% 然後加上 暈眩是 每一個 每一個回合都可以觸發 那基本上 你只要保證 那月如每一次會 獲得這個 4層的氣境 那月如其實在 PVP跟 弗魯塔 都算是蠻常 上場的角色 所以個人 其實個人還是蠻建議 拼到6星的 好 再來是林月如的 天賦的效果 那天賦的效果氣境 只要累積到4層的話 就可以對自身周圍 菱形2個範圍內的一個敵人 是叫暈眩狀態 那目前 月如已經有4層的氣境 那我們現在呢 只要走到 怪物旁邊 休息 就可以 觸發這個天賦 好 這隻 兩個內的 其中一隻怪物 得到暈眩 那 攻擊當然也是可以 那 在PVP 這個會有很好的效果 那就要看大家怎麼使用 月如這隻角色 好 林月如的五內的技能 那 初始技能 一央子 那一央子是攻擊當個敵人造成1.5倍的傷害 同時暴擊率加20% 那如果成功擊傷目標的時候呢 可以額外獲得兩層的氣境 那如果一央子 這一招 擊殺敵人之後呢 如果又有暴擊 然後加上天賦 理論上一回合就可以擊滿4層氣境了 好 再來 孤擔 孤擔就是 大家都有的東西 就自身兩個內 沒有其他有方物攻物防加4% 那基本上御風的角很長嘛 所以通常御風衝到前面 通常旁邊都是沒有隊友的 所以有孤擔 孤擔 有時候可以放 好 再來是斬龍爵 斬龍爵是對 這個範圍內的敵人造成0.6倍的傷害 那範圍是直線3乘3格 那並且施加電流的狀態 那電流就是遭受暴擊率提高20% 那下路的羅薩一擊 羅薩一擊也是御風常見的招式 那攻擊當個敵人造成1.3倍傷害 暴擊率提高20% 擊殺目標後可以獲得閃避狀態 那持續兩回合 再來是 月魯的側射技能 靈 卵形 主動攻擊之後呢 先說一下他是被動 他是被動 你打到主動攻擊之後就可以觸發這個被動 那他可以選擇自稱靈情3格範圍內的一個目標深周的指定控格 那他可以無視 就是阻擋啊翻越到這個控格之上 那就是經格一回合觸發這個這個樣子 那 我們等一下再打配這個 這個琴赫索 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琴赫索是 技能是攻擊當個敵人造成0.5倍的傷害 但他重點是後面的 他可以把敵人拉向自身 兩個 那 中間呢 就是他的直線4格範圍內 如果 有人 就是有 物品啊或者是 地勤阻擋 或是有人 那 他拉過來之後 敵人就會被暈眩 直接暈眩 那 如果 你的月魯有帶靈暖型的話 他可以馬上觸發這個被動 然後旁邊 又有你的隊友的話 就可以直接拉到 隊友旁邊 但是他在 靈形3格範圍內喔 那這一個 範圍內的一個目標 是包含敵人 敵人也算 敵人也算 等一下有示範影片給大家參考 好我們來 示範一下月魯的這一招 琴赫索 那琴赫索在 月魯釋放這個技能的 路線當中 如果有被阻擋 阻擋物阻擋的話 包含隊友 這樣子 就可以讓 被拉的那個敵人 直接施加暈眩的狀態 然後施加完之後呢 因為 我的 琴赫索 是主動攻擊 主動攻擊完會 觸發我的靈卵型的被動 那這個被動可以選擇自身靈形3格範圍內1格目標伸手指定控格 那這個 是包含 敵人跟隊友 但是 通常 通常你都會 回到隊友旁邊 所以你要注意 你的隊友要站月魯旁邊 好 好 我們先放 這招 琴赫索拉過來 暈眩 暈眩回來 你目力達成的 你就可以直接 跳回來 假設 影月魯標 在敵方 陣營裡面 你就把他 趕快跳回來 好 月魯就是這樣子操作 我覺得這個 這個非常好用喔 在 拉完之後 直接暈眩 暈眩 直接給別人輸出 這是一個 也是不錯的方法 這打P 打PP的話 你搭配得好 是 非常有效果的 好那再來是 盾力 那盾力的話就是 被動對戰後 自身機械地獄50% 則獲得閃避狀態 這些兩回合 好最後大招 這個是有動畫的 乾坤意志 那乾坤意志呢 是要累積氣力 3點 那對範圍內的所有敵人造成0.7倍的傷害 暴擊率加20% 那 對暴擊目標施加雷劫的狀態 持續 持續一回合 那 被暴擊對象如果雷劫的話 這個人 這個敵人 行動結束的時候呢 如果自身0.7兩個內 有其他的友方 就是他的友方 則將雷劫 替換成暈眩 持續一回合 那 暈眩就是無法行動嘛 可是他 就是要累積氣力點 那你要最快累積氣力點的話 就是帶這個 AOA掌夢捷 基本上掌夢捷一掃 敵人數量夠的話 你下一回合就可以放 這個琴坑一指 那月如無技能的點法要怎麼點呢 如果 你是缺 缺鈴韻石的人呢 那 我是推薦 就是上路的 這個這招 這招 琴賀手拿到 跟下路這招 零卵型拿到 那就是 這樣子會多花 三顆 零韻石 沒算錯 記得是三顆 那就走到這樣子 就是 中間 上路到四次等 這裡 點完 點出來 然後下路這裡 點到零卵型 點出來 基本上 就這樣 如果是缺零韻石的人 就是多花三顆零韻石 那 如果 哪個地方要先點呢 如果要這樣子點的話 我會先點下路的 羅薩一擊 然後點到 零卵型 之後再走上 然後盾逆啊 啪啪啪 然後點到 琴賀手 然後 中路就是 到一般的 等級去點 我會是先點下路 魂到零卵型 然後再走上 到 琴賀手 那 月魯啊 我還是 自己推薦 可以拉滿 全部點滿 我還是蠻推薦的啦 就是 他 月魯這個角色的技能 比較偏向是打PVP 會比較常上場 那 可是 弗陀塔也很適合月魯 那你說冰創是不是適合 我覺得冰創也是 蠻適合月魯的 我覺得都可以上場 我覺得他上場的機會 機會 其實真的 很多啦 真的很多 你有把月魯拿滿的話 其實基本上月魯 不會讓你後悔的 月魯是一個 很值得練的角色 我自己也是推推 好 那月魯的部分 技能搭配要怎麼搭呢 那 有分 三種啦 那 那 第一個 是斬龍爵 然後加這個 琴赫索 再加這個被動 靈卵形 或是孤膽 那也可以把 琴赫索 換成乾坤意志 就這兩個互換 基本上其他都一樣 那 因為 掌龍爵 可以快速累積 坤貴硬直的 氣力技 那你搭琴赫索 當然 也是很好 因為 琴赫索就是直接把第一個拿過來 然後盡量讓中間 有一個 有個人或是有一個路線被阻擋 他可以馬上施下暈眩的狀態 然後可以搭 一軟型就可以馬上施放 這個 可以跳到 跳到 隊友旁邊來 那 那第二種搭配呢 就是比較偏這種 單點爆發 這種 那可以帶一羊子 加這個 羅莎一擊 再加這個 被動靈卵形 或者是孤膽 那這個就是偏向單點 呃 單點 暴擊的部分 單點暴擊 對 那 第三個 基本上是單點暴擊 反正就是一個 大部分都單 單點技 就是要靠 單點然後直接把地點殺掉 那第三種 我自己推薦的點法是 一羊子 打這個 琴鶴手 可能沒關係 那這個 這個 其實 也是一般般啦 因為 基本上啊 如果你琴鶴手不帶 你就帶 羅莎一擊嗎 基本上就是這兩個在互換 就是看你要 用在哪一個場所這樣子 那你如果要打boss的話呢 你怎麼可能用琴鶴手呢 對不對 打boss用琴鶴手沒有用嗎 假設你就打單點boss的話 那基本上還是 帶那種單點技能 最多了 這樣子輸出比較夠 好 那魂石的部分呢 呃 吃煉鬼 那吃煉鬼是三枚 主動攻擊氣血高為70%角色 對戰中 傷害提高20% 另外一個是 頭狼 那頭狼的話 就是三枚傷害提升5% 主動攻擊造成傷害後 自身獲得訓解狀態 然後可以移動1加2 那另外一個是羅鬼 羅鬼是三枚傷害提升4% 主動攻擊 櫃灘中 冥傷是10% 那 基本上啊 就是我後來覺得齁 林月如 帶羅鬼還是比較適合一點的 因為呢 我自己覺得 像赤煉鬼啊 因為 假設你月如像帶 在AOE 的技能的話 我覺得用吃煉 吃煉鬼的 這個 效益不大 因為他是對戰中嘛 傷害才提高28% 但是 羅鬼是傷害提升10% 你AOE就可以吃到 就是我覺得 羅鬼的話 呃 比較通用一點 所以我覺得 羅鬼反而比較適合月如 對 那頭狼的話 就是 我覺得頭狼比較偏向是打PVP用的 你可以 快速讓林月如到達敵人的身邊齁 那 這三個三枚魂死呢 我覺得 還是先練羅鬼 給月如會比較好齁 好那 飾品的部分呢 飾品的部分就 蠻多了齁 那我就快速講講過去就好 那頭部可以帶來這個冰殘 串珠城 那主要就是物攻加10% 然後可以 風穴這樣子齁 那 頭部另外一個是天狼血眼 那這個是加 主要是加每移動一個齁 物攻跟物防天生5% 那還記得嗎 月如的天賦每移動一個也會增加 這個 傷害齁 所以 天狼血眼我覺得 蠻適合的 蠻適合的 然後再來是或是盧翼族群 基本上都挑暴擊的啊 都挑暴擊 暴擊 會增加那個氣勁嗎 好 然後 在衣佐是五尊神令 或者是這個 靈月配還煙 然後腰部的話可以持行幅度 那 手部的話 白焰玉佐 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 他有加暴擊率 跟暴擊傷害 我覺得這個 基本上是月如的手部 的畢業裝 但是 還叫各位有 有 有裝 就是有 合到這個東西啦 那大部分 要怎麼挑事呢 就是盡量挑有加暴擊的啦 好 那以上就是大師推薦的 月如的技能點法 跟魂石搭配 還有飾品推薦的部分 那以上的點法呢 都是僅供參考 玩法有很多種齁 喜歡我的頻道 直接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掰掰 雷大哥 在你心中 我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三人要永遠在一起 永遠不分開